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丽莎还在节目里自曝打美容针的事情,完全放飞自我 随后陈丽莎又在节目里讲述了自己与老公的农村婚礼 婚礼的照片也随之在网友曝光 陈丽莎表示求婚的钻截是自己买的 为了满足郭小冬去世爸爸的心愿 两人还回到了郭小冬的农村老家举行婚礼 婚礼的酒席是流水席 所有的人只要拿出十元钱的红包 就可以前来吃酒席 举办婚礼的时候 陈丽莎站在车子里向村民们撒糖 村民们子雷在车子外面呐喊 祝福陈丽莎和郭小冬 此外 这过程中还有人扭扬歌和吹锁呢 婚礼非常的热闹 而且很接地气 本位一点号作者原创 未经受全部的转载 我们下车子说 我们下车子就好 我抢先 阳子 有什么 油 你 对 我过采访了 里面 您 感谢观看